好,各位奇友大家好 那次晚期是5月17号 在一城下的一盘往期 由黑方飘停环 对战白方往信号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对角布局 黑棋挂,白棋前 黑棋再点脚 然后白棋左下 同样选择这个定势 黑棋打了之后立 白棋拆边 下一手棋 黑棋打入进来 白棋正头 这个黑棋跑也能跑 尖一个 白棋底下要飞过 然后黑棋再飞压过来 刚好跟左边连接在一起 这个也还行 实战黑棋的这个走法 非常有创意 从这里掉一个 但白棋贴住 便宜到之后呢 再从右边贴起 那这样的话 黑棋等于说就想要弃掉这颗子 然后去扩张右边 白棋跳一个 封锁 因为这个弃子的话 主要是二路露着风 所以说将来黑棋一旦跳到这儿 这个白棋并没有围成多大的墓数 黑棋是可以接收的 这一代的定型 黑棋很有想法 然后下一手棋 黑棋左下角 扳 白棋反扳之后 再连扳 白棋断打 黑棋沾上 白棋再打吃 黑棋二路打 这个都是定势 虽然说白棋这个下方有子 长一个就能把黑棋三颗子给包进去 但是局部呢 还是会形成一个复杂对战 白棋如果这样下的话 被黑棋打吃滚包 跳一个 靠上来之后 扳 扳上 然后这个黑棋反扳 反扳完之后再挡下去 白棋扳一个破眼 黑棋打吃 局部将形成一个结针 这个结白棋也挺重 所以说实战白棋还是正常 打吃在这儿 把脚给活了 黑棋底下反打完之后再打 这个时候黑棋针子有力 但是将来要注意 白棋引针的问题 下一条棋 白棋上边飞压 防止黑棋左边形成大控 然后黑棋就去着重为右边 现在右下角扳一个 这个白棋只能妥协 肩回来之后 黑棋小飞手脚 下一手棋 白棋往脚上碰 这个就是为了引针 但是现在这样一个引针的手法 比较的危险 因为白棋靠着黑棋下 气比较紧 这个地方不像是一个好棋 接下来黑棋搬 白棋反搬 黑棋选择打吃 当然直接挡也是一种办法 白棋打了之后 再打 再沾 黑棋拐了之后 还可以反过来 再断白棋 因为黑棋针子也有力 长一个就打回去 白棋架齿上面补齐 那黑棋就可以抽空 把左边这个针子给他补掉 因为再这样下的话 这个白棋跑不掉了 直接被黑棋这样 控到死为止 实战 黑棋是先打再挡 白棋断打 打吃 黑棋力 这个棋如果说白棋长的话 黑棋也不是很怕 因为黑棋可以这样贴棋 长一个 先把白棋分段 把这三颗子气延长 然后往上拐打 但白棋压住之后 黑棋往上跳 吃这样颗子 因为白棋这个双板凳也不活 所以说暂时来不及处理上方 跳一个出头的话 还想引针 黑棋有靠上去的反应针 等你再搬跟黑棋纠缠 他直接把上面吃掉 那刚好还是可以 让白棋这个针子跑不掉 黑棋两头都可以固着上 这样也是黑棋不错 实战白棋打黑棋拐打 白棋再打吃 黑棋跑 因为黑棋仍然针子有力 针不掉的话 白棋只有这样肥 黑棋长 可以说右上角的这个定型 白棋是非常亏损的 不仅是送了黑棋一个大脚 而且上方自己的这个棋形 也非常薄 将来被黑棋夹击 白棋大概率只能棋 所以说走了这一串 白棋就为了跑这个针子 是有点划不来的 接下来黑棋虎一个 下一刀棋 白棋选择单长 并没有走出这种三路飞 更为凶狠的下法 因为黑棋也不是很怕 比如说黑棋这样打了家 白棋再打的话 这个黑棋可以反打 如果从这断打 打吃滚包是不太行的 因为被这个黑棋打了之后 这样一走 对吧 底下是争不死白棋的 这个气黑棋无法紧住 那黑棋怎么可以怎么办呢 就打了之后加 然后白棋打黑棋就这样反打 反打完之后长一个 白棋冲黑棋挡 再断打 直接把白棋滚包一下 这个直接白棋也只能无条件沾 然后黑棋可以这个 比方说把这个头一长 这样白棋围左边 但是黑棋外边也越左越厚 厚了之后就可以抽空去夹击上防 这也是一种 所以说黑棋并不怕 实战的白棋是场一个 黑棋跳出 然后白棋跳一个封锁 黑棋点刺 白棋沾 黑棋挡住做火 这个地方白棋其实可以先拐一个 跟黑棋肩回去交换 这个白棋拐到这一下并不亏 而且自己更加厚实了 实战白棋是选择左上角这里的飞 一边看住脚上这颗子 一边夹攻黑棋左边 那黑棋也是现在下方定型贴住之后 白棋搬 黑棋二路搬毡 彻底活干净白棋挺头联络 不过接下来 黑棋在下方这一带的定型可以说是比较的亏啊 这个底下 其实这样看的话不如以后二路夹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段是直接出不了棋的 因为段的话 白棋这一打 黑棋跑 白棋再打持 再沾 黑棋变一个 然后白棋可以拆在这儿 冲的话挡住 再断 拱在这儿去进气 不断 再打再沾 因为黑棋只要成 被白棋这一打 或者说直接外边一沾 这个黑棋的气就不够了 直接断出不了气 实战黑棋断在三路 那白棋打了之后沾 黑棋成一个白棋贴住 这个底下黑棋也没什么起 如果说冲下来 斑的话白棋断 拐住 黑棋还是不行 实战黑棋打了打 白棋沾 黑棋贴住 那等于说把这一带气掉 但是外边黑棋并不厚 虽然说你把白棋外边切断了 但被白棋飞刺过来 黑棋还是不好 所以说这一串的交换 对于黑棋来说完全没有必要 不仅损了空 而且这个后保也没便宜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左下角黑棋得补齐了 这个棋你要是敢不补的话 白棋假进来是相当严厉的 你沾上他这一肩 下方要度过 右边要拐一个回家 那黑棋整块棋都不补 所以说实战黑棋只能并一个 那黑棋等于说一无所获 再被白棋左边一提 这里这块棋又搭进来了 那这一轮的这个交换过后呢 白棋已经完全掌控着这个局势的走向 下一招棋黑棋飞 那白棋自然不会让他贴下去做根据地 所以说白棋爬一个 黑棋这块棋直接跑的话 也不是很好跑 比方说你这样长一个 白棋跳方 一边自己加强 一边攻击 你大跳出头 白棋就直接震头 再飞再跟着你去这个破眼 威胁联络 黑棋不太容易活 实战黑棋选择往左上角 靠一个之后白棋扳 黑棋反扳 然后白棋断打完之后 再打持 这个左上角也算是一个基本型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续啊 黑棋如果说直接力 会演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首先如果说白棋打的话呢 并不是很好 因为打的话黑棋这一段打 再一长 你挡下去吃掉黑棋这三颗子 黑棋可以靠的长出来 就算你逼住 搜根 那黑棋这里尖顶 你要长的话直接来一个相似段 黑棋局不能活 你要是把这个团柱补掉 那黑棋上边这一虎 你搬起来断打 白棋就算利用弃子 把这个周围给变后 那黑棋边上这里也是增加了不少空 所以说如果这个黑棋直接 利的话白棋不要直接打 白棋最好是虎在上面 然后黑棋他不可能打 打的话被白棋飞死掉了 尖的话白棋可以随便下 比如说直接打吃 黑棋也没招 外边黑棋出不去 白棋如果说拐一个也行 把这里加强 但黑棋脚上去打吃做活的时候 白棋中间再来一手大吃 那左边黑棋全部死 上面这个白棋的空也可以顺势围 局势依然是白棋好 实战黑棋也就暂时没有动 走的是底下这手点刺 这个棋白棋也不要冲动去冲断他 冲断他的话主要是被黑棋这一冲断 那你这个整个就跟棍子弃紧 你只能吃回去 吃回去被黑棋先手联络 再往上打 那白棋这个底下以后不走 随时被黑棋一沾或者说一虎 那你这块棋可能都不虎 这个棋不要冲动去冲断黑棋 那实战白棋是沾一个 双一个 然后这个黑棋贴住 白棋拐头 黑棋就在这打野 下一手棋白棋直接断上去 吃两颗子 把这里全部连通 非常的稳健 那走成这样呢 其实这个黑棋还是不太好 这个左边一块枯棋 左上角虽然说有味道 但你现在暂时也冻不了 中间这个地方又被白棋吃通 然后后保也差不少 黑棋只有从上面寻找机会 夹击 白棋的判断也是非常的准确 并没有在这儿过多纠缠 直接选择反夹 黑棋跳 白棋跟着跳 要把这一块棋给弃掉 这个弃的确实并不大 因为上方还有二路拖之类的 关子搜刮 黑棋贴住之后呢 白棋为了防止黑棋一手棋 大区把整个右上四分之一个棋盘围住 所以说先跳一下 但黑棋长了之后再跳出 那现在摆在黑棋面前的有一个难题 就是右边你要想围可以围得很大 但现在你没有这个功夫去这样去围 因为左边这条龙并不糊 就如果说黑棋要是往中间飞 那白棋靠一个 你点次沾再斑再断 这个棋一旦黑棋左边这里的大龙 被白棋切断之后 如果全死在里边 就算你右边全部围住 那也完全不够 这个是不行的 实战黑棋是虎一个 白棋左边虎 再虎黑棋长 那这样黑棋选择搭眼 白棋点次进来交换一手 黑棋沾 然后白棋上边贴住 这个棋白棋还是求稳为主 如果说直接断打 去掏黑棋右边的空 那上面被黑棋一冲 这里还有一挖 那黑棋等于说两块棋 瞬间可以联络 对黑棋造成不了任何威胁 比如说白棋贴住 把自己继续加强 黑棋往中间飞 还是想继续围 反正这个矛盾 黑棋依然没有解决 就实战被白棋 往这个中间一飞之后 黑棋唯控唯不成 然后左边大龙 也得去处理 就是非常的矛盾 然后接下来 黑棋是靠一个 直接把白棋给冲断 然后白棋打了之后 冲进去 这个地方 黑棋还不敢贸然的断上来 断的话 白棋这一场 你这个的中间两颗子跳一个连回 白棋底下这一扳 一点次 上边再一靠 这个棋就很容易出起 比如黑棋拐打 白棋冲一个对吧 右边二路点次拐一个连回 但黑棋打上面的时候 白棋再拆一个 你再跳过来 白棋中间这一粘 一断先手 打吃滚包先手 再尖回来 因为像白棋这种 打什么的 都是先手 对吧 这个棋就 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活了 所以说实战 黑棋是搬在这 然后白棋左边打 先把黑棋的龙眼给破掉 黑棋中间冲进去 白棋里边断打 先打两手交换 这个肯定是不亏的 然后这个棋 白棋并没有选择 从中间把黑棋给搬断 搬断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黑棋这样顶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 因为他左边肯定活不了了 活不了 他就从中间冲过来 把左边弃掉 然后再断吃白棋这一块 就现在目前 在优势的情况下 白棋尽量避免 走出这种转换的图 即使这个便宜 但是中间 万一哪一环出现了错误 这个棋也不好说 所以说还是稳妥 一点比较好 实战 白棋往中间搬 黑棋这个飞刺过来 然后白棋靠上来 这个依旧是威胁联络 黑棋打了之后 选择尖一个 其实白棋下法很多 你也可以选择几个 黑棋断的话 白棋拐住 断打 就这样被滚包 其实黑棋也只能从左边吃回去 这样冲断 因为白棋打 黑棋可以从这个地方冲双板凳 但是不要忘了 白棋中间已经把黑棋这三颗棋筋给吃通了 右边再随便掏脸空 还是白棋好 实战 白棋是往上边冲 黑棋反冲一手 当然这个棋 白棋还是有这个杀棋的手段 就是顶着一个 冲一个 往前冲 黑棋再冲 白棋再顶 然后黑棋冲左边这个双板凳 白棋就把中间给吃掉 因为粘肯定不行 粘的话被黑棋贴死 那就把中间收掉就行 也形成转换 这样白棋也不错 实战白棋算了 就直接吃右边两盒子 放黑棋中间连回 白棋也联络 黑棋粘做活 白棋提 黑棋再粘 这样黑棋活棋之后呢 因为他左边这个二路 这三路打吃滚包 在一半也有眼 中间也有眼 这肯定是活了 那白棋就直接去破右边的空 这样也是比较简明的 这个棋 黑棋还不能直接去冲断 因为冲断的话 被白棋翻打一下 打一下 再打一下 再从上面冲吃 再冲过来 就能把黑棋这三颗子 给他收住 而且不仅是 吃这三颗子的问题 白棋上面虎一个 这个棋是有棋子 但对于黑棋来讲 这个时候也是个机会 因为毕竟白棋无法进虎 他虎在这儿的话 黑棋就挤一个 白棋这个里边 三颗子还没有吃掉 黑棋从两边都可以冲回 那白棋也只有从二路搬去 跟黑棋打结 那黑棋就直接拍上去 白棋做结的话 黑棋就提 这个棋对于黑棋来说 是个机会 只要有结 那黑棋就有希望 实战黑棋怂了 走的是这个贴住 白棋搬的时候 黑棋也没有冲 因为这个时候冲 确实也来不及了 白棋可以搬 沾上 但你这个定次 打吃连回的时候 他右边一次 在二路大飞 肯定是火棋 因为像这种打什么的 都是先手 包括这里的打 对吧 这里的打吃 打吃滚包都是先手 这个地方白棋还是能火 那黑棋也是错失了 刚才这个强杀白棋的机会 之后黑棋往右边搬 白棋沾上 黑棋二路打了之后再沾 然后白棋上边拖 黑棋搬 白棋断 打吃 上边反打 翻打 再打吃 提掉 白棋上边沾 黑棋这样吃回去 白棋翻打 黑棋提 上面这个棋 为什么说白棋没有去单沾 来杀黑棋呢 因为里边味道不太好 你这样硬杀的话 黑棋爬一个 对吧 你想杀那只有力 破眼 黑棋打 然后你再飞在这 黑棋可以顶 这个里边就说不清了 首先是黑棋上面 这个地方 只要这个把 白棋两颗子 先手提掉 逼着你 比如说这样去破眼 他就可以度过 那如果说白棋脚上先搬 再从这一路搬 想利用一个手筋 把黑棋给先手分断 这个黑棋是不要的 他脚上不要了 他直接往外边拐 等你打的时候 他沾 白棋外边断的一步 那主要是跟左上角 还有关系 就是这个其实黑棋一打 一跳 你冲 他再打 你怎么办 白棋冲出来之后 黑棋挡 打吃 或者虎一个 挡住 白棋联络 黑棋再提 这个地方必然出奇 就你这样搬 黑棋搬下去 断打 黑棋也可以这样沾 沾完之后 你提他立 这儿有个接不归 等你沾上 他提掉 上边这一块火棋 再或者说 黑棋就提这个 等你提这个 打二环一的时候 黑棋提脚上 脚上又形成一个打结火 所以说白棋 如果在这一带 非要去沾上强杀的话 是会容易出问题的 实战 白棋就求稳了 再往底下冲 冲完之后 上边拐打 放黑棋吃回去 提掉 这边白棋 弃掉三颗子 又弃两颗子 肯定是略亏的 但是从大局考虑的话 白棋确实已经奠定了顺势 接下来 白棋左边肩 黑棋上边顶 白棋中间沾 冲 挡住 这个是最后一手 然后黑棋人数 因为这个棋 黑棋中间大龙 肯定不至于死 你随时拐打回去 然后白棋 因为有个挖了之后 打结过 所以说黑霞得在补 但后面白棋在先手收关的话 黑棋的这个贴幕 肯定是贴不了的 空不够了 那这一盘棋的话 也是相当的精彩 这个双方接触战不断 然后黑棋的这个败因 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在底下 这一带的定型 非常的不明智 这个地方断上去之后 没有出棋 棺子也没少亏 外边这个厚薄 也并没有因此变厚 这个地方存亏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右边这一带 白棋下的也是非常的凶狠 这个棋如果说黑棋放白棋进去 最终跟白棋上方这一块 形成一个打结杀的话 那可能还真有一定的机会 这个地方实战 黑棋软了一步 在右边就这么简单唯控 被白棋穿进去之后 简单收受关 然后上面甚至于说 白棋还让了一点 这个地方就让你吃 把局势走得更为解明 黑棋就毫无翻盘机会 好那这番棋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